大家好 这里是苏晓和训运书 今天中南海下水道遮病 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国务院的网信办出台了一个名单 叫做网络信息稿源名单 这个东西里面有新华人民日报 新京报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新华网 这个那个的 那些名字我们都很熟悉 都是一些个说废话的网站 但是呢一直以来呢 这个事情呢是 其实据我的了解是很有争议的 就是这会儿为什么出台这个东西呢 也是因为习主席包子迪之前做了一个指示 说要牢牢的控制网络信息的话语权 要管好内容 这个为广大的中国的韭菜输送正能量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以后什么东西 什么信息能够在网上出现 那需要这个网信办呢 要把这个控制起来 比如说我写的一篇文章 完了以后呢 根本就不会让我出 让我的文章出现 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文章它不是属于信息的源头 就是这个东西搞原名单的意思 大家听其实明白啊 就是要管理好这个互联网信息的源头 没有经过网信办 没有经过习主席同意的所有的那些个稿子 都不能上网 上网就属于违规 是违规就有可能吊销你的执照 甚至有可能钉人 哎呀这个事儿就麻烦就是比较大了啊 其中个人们就惊讶的发现啊 这个胡舒逆老师的这个财新啊 和这个财新网嘛 它的网其实是相对二言的话 是一个比较俱乐部式的网站 什么叫俱乐部呢 就是财新网 它有些文章你是不能看的 你要看的话你要交钱 但是有几个人愿意付费 去把这一篇文章看完呢 是不是 所以财新网它的网站的信息传播 那你如果说没有经过它的同意 你把它转到什么新当网 或者转到搜狐 或者转到什么什么地方 卫星上面 这属于侵犯了它的知识产权 财新网是可以告你的 是可以让你赔钱的 所以财新网并不是一个 之前并不是一个可以公共公众化的 这么一个网络信息源头 他们自己就不愿意 但是这会儿 为什么要把它拿掉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财新网 它之前呢 它是全国阵鞋管的 全国阵鞋管的 是官方媒体 它以前阎晃春秋实际是一个管理部门 后来因为财新网 因为胡舒逆的背后的靠山是王岐山的嘛 王岐山就给他撑了一腰嘛 所以他一直成为一个中国的一个主流媒体 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主流媒体 所以一定要记住财新网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自由媒体 也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 而是一个主流媒体 但是呢它是号称是一个专业主义的 新闻专业主义的主流媒体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如果说 那个网信办它不扯这么个事儿 就是不出台一个所谓的网络信息 稿员名单 这个事就不会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但是一旦它出了什么东西 人们惊讶地发现财新居然没在里边 所以大家就开始讨论起来了 所以这个讨论有没有意义呢 非常有意义 而且我告诉你能够说明特别特别多的事情 当然呢你从土工中国的局面来讲的话 这些个事情啊 什么网信办呢 什么网络信息稿员呢 他是中宣部网信办他们搞的嘛 是不是 与其他的部门没什么关系 与中纪委没任何谋关系 是不是 与王岐山的那个嫡系部队 没有任何谋的关系 所以呢 那还不是习近平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所有人都会拍他的马屁 是不是 所有人都会听他的话 我们知道中宣部的部长就是 就是习包子从浙江带来的人 网信办的这个什么老大啊 所谓网信办的叫什么主任吧 好像是吧 之前有个颅尾嘛 后来又换了一个人嘛 然后都被习包子就给就给拍死了 是吧 现在换上了一个人 那妥妥贴贴的都是习包子的身边的 最最信得过的人 所以这个东西的确能够反映很多问题啊 就是说他有意识的 向社会释放出这么一个消息 你财新网你就不是我的信息稿员 你就是就不是我的主流媒体 所以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信息稿员的名单 那就证明你财新网不再是我共产党认可的主流媒体 那不是公产党认可的主流媒体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打香油的呗 就像我们一样是跑江湖的呗 那胡舒逆他们这帮人可没觉得 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跑江湖的啊 从来没有过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主流媒体啊 所以很多人去到这个财新网 除了实现他们的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外 他们还直接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啊 这个国家的栋梁啊 这个我带领这个国家走向进步 走向我们面对一个主要的力量 所以这会连主流媒体的资格都没了 都被人拿掉了 我想的话胡舒逆应该是有点危险的啊 是有点危险的 这跟这个谁 跟这个任志强的路子是比较像的啊 任志强你想想一直以来 他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的啊 因为我跟任志强有过好多次教导 他首先第一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把这个国家能够搞得很好的 只不过现在呢就是习近平搞得太烂了啊 他从温家宝搞的时候 胡锦涛搞的时候他就不大喜欢就批评他 后来呢这个习近平搞的时候又又太烂了 又更烂了啊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这些人呢就是就是看看戏啊 看热闹啊喜欢选边站啊 喜欢就是投入更多的情感啊 觉得一下子又把任志强推崇为一个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一个什么 你领袖式的人物啊 为这个国家这个承担巨大的一种风险和巨大的自由的代价 然后就把他称称之为是一个什么铁剑单道义的人 是吧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知道吧 任志强他的确自己宣称的就是个共产党员 而且他真的非常爱共产党那很很正常因为他的父辈就是个红二代是吧 他就是个红二代他父辈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啊 他的确虽然他虽然做过共产党的监狱 而且做好几次了吧 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就是共产党的人 中国国内有这么一批的人都是这样的 比如以前我在中国混知识分子圈里的时候 比如大家都知道有个天泽嘛 天泽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叫盛宏 盛宏老师这个人我是非常尊重他 很有学养彬彬有你啊 然后谈吐非常的儒雅 他就是一个铁杆的共产党员 他觉得自己就是共产党的人 跟任志强的姿势很像的 身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曾经有人告诉我说盛宏老师说 如果共产党有一天不在了他就自杀算了 所以我们就有时候想起这些个人 你他到底是什么角色呢 你一打酱油的你其实你是看不懂的 是吧就像当年晚清没戏了 是不是王国为居然就自杀了 你说王国为他是个什么人呢 王国为那么有才华啊 王国为那么那么的让人觉得哎呀很欣赏 但是为什么他不愿意走进新时代呢 是不是不愿意去搞这个什么什么星骇啊 搞什么民主自由啊搞搞搞什么这些 就现代化呢他要要要要要要与 清朝这么一个腐朽的这么一个一个朝代 就是共存亡呢甚至自杀呢 所以人性真的非常复杂啊 所以我想胡顺利也是这样子啊 胡顺利一直以来也是觉得自己是党的人 真的 所以现在这个事你看看到这里以后 我跟你分析到这里以后 你大概心里起就明白了啊 其实这是王岐山和习近平之间就是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啊 对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真的是非常明显的标志性 被标志性事件 如果说过了几天 我们发现胡顺利也被习近平给抓进去了 那真的是王岐山就身边的人就一个一个都成为阶下囚 那王岐山的名声呢 那就比上一次郭文贵报他的什么什么 跟彬彬小姐的事情那更具有破坏性 更具有打击的力度 直接把王岐山就撤死了 虽然人没有抓进去 但是他已经完全就是在人没有完全退休 没有完全死去之前 已经是生命囊结啊 已经是一炮狗屎了 习近平做事情呢还是有他有几把刷子的啊 所以你我再说一遍 你不要站在王岐山这一边 你也不要站在习近平这边 就像甚至你也不要站在李克强这边 说李克强为什么突然好像觉得 对中山大学学生说啊 你们学是为了习要啊 以后是为了习要原话啊 那一头猪都知道 你们以后是要紧跟习主席的这个什么什么步伐啊 那以后建设中国投资的社会主义呗 所以北京这边有人告诉我说 为什么李克强说这个话呢 说习近平这个人呢其实很狡猾知道吧 因为他知道共产党内部真正对他的权力构成挑战的啊 是王岐山不是李克强 李克强这个人很懦不落记的是吧 他也没什么反击的力度啊 习近平让他说话他就说几句 习近平不让他说话他就跟孙子让你怂着 搞得国务院是有史以来最没有权力的国务院 他也没事是吧 甚至在国务院里面他说话都不算数 刚开始上来的时候 头5年很多年中 念人民银行的行长 念建设银行的行长 念一些个什么部长都跟他过不去 所以当时释放出一个内幕嘛 说一堆人 那时候周小川做中央人民 中国人民银行行行长的时候 他说李克强说你们这么跟我搞有意思吗 你们要知道我现在还是总理啊 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把他当总理看 你知道吗 太能忍 但是说这个习包子其实是很喜欢李克强的 为什么 因为李克强他不造反啊 是不是 他不敢有大的动作啊 他也不敢搞过头的事情 偶尔是让他说一两句让他说呗 说有这么一个计划 说习包子不退休继续干 那李克强也不退休也继续干 所以呢两个人联手起来防谁呢 防王岐山 因为王岐山现在是个退休的 他半退休的状态是个老头嘛 是吧 他很有才华嘛 那有一句说一句啊 王岐山的才能绝对 且不说是比这个谁 比习包子强的强多了 那比李克强也强多了 李克强就是一个书呆子吧 我觉得有点 然后在中共的这种愚蠢的体制下 搞的是一点个性都没有 磨磨叽叽的 其实是很没有才华 团派出来的人都是一帮废物 知道吧 都是一帮做事情 做什么就是不成什么的那帮货子 没什么东西啊 所以呢 加上李克强 他又没有得到邓小平的钦点 是不是 他不像他的政治导师胡锦涛 胡锦涛是得到过邓小平的政治钦点的 他还多多少少有点邓小平的余威 那李克强就没有 所以西包子有这么一个计划 要不李克强我们俩都不退 因为你从年龄层面来讲的话 还真可以不退 真的是还真可以不退 尤其是李克强年纪真还没到呢 就按薛上八下的原则 李克强都没到年纪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就等于是把这个王岐山就真正彻底的排除出去 国家主席副主席也不让他当了 说让这个李克强当国家副主席是这样子的 总理呢就让另外的人搞 或者让李克强当人大主任 这样一来 西包子就继续可以在中国就搞的药物合流的 搞的玩玩的挺嗨的嘛 所以这么个意思啊 哎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中共的内度是非常的复杂的 但是有一点你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从任志强 从那个中纪委的王岐山的大女董红 到现在的财新胡舒逆 这都是王岐山的这一条线的人 一个一个的就在跟头 一个一个的就处在危险之中 这个时候你毫无疑问的 中共现在内斗的主席员 根本就不是什么 李克强和习近平 而是王岐山和习近平 这个故事有的看啊 王岐山说实话 他是有人脉的 他是有根基的 他是有根基的 而且我告诉你啊 中宣部那帮孙子 团派的那帮孙子 都是一帮废物 知道吧 都是一帮拍马屁的 一帮狗 一帮一帮说他是狗子侮辱狗子 这么一帮货子 尝不了大事的 王岐山下面的人 我告诉你干事的人 才真正的能成大事 中共的很多部委的这个部长 还有一些个金融口的人 那都是一个有实权的人 习近平真的能搞定王岐山吗 李克强真的能够跟习近平联手 把王岐山赶走吗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 咱就看热闹呗 谁也不在 谁都不支持 让他们斗 斗得越狠的 咱们也有话题说 谢谢大家